先跟現場的朋友們問聲好 先從導演開始好嗎 各位觀眾大家好 很高興從20歲總算 可以在我自己的家鄉台灣播出了 謝謝 非常好看的電影喔 大家進去一定會記得這個名字 陳正道 太感動了 非常好看 而且可以這個 感覺到裡面的青春氣息之外 也感受他關懷到我們這些老人家的心情 接下來呢 大人哥好不好 初品人 來 大家好我是陳柏林 然後真的很開心 然後第一次擔任初品人之一 然後可以請到那麼優秀的演員 陸涵 跟子山 當然還有陳正道導演 然後當然也希望就是台灣的觀眾 會喜歡重返20歲 謝謝 謝謝 接下來這位超強實力派演員 歡迎我們的子山 楊子山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已經感受到台灣孫媳婦們的熱情了 謝謝你們 希望你們可以支持重返20歲 謝謝 等一下你剛剛說什麼 你感受到什麼 台灣什麼 孫媳婦 哇 今天不會是在這個現場 要公布已經閃婚了吧 有沒有 沒有啦 因為 因為 對 因為這次 因為小鹿演我的小蒙孫這樣的 是 嚇我一大跳 如日中天 以為又要出現在現場了 好 接下來要問好的這一位呢 他不是重返 他現在就是20多歲而已 對 陸涵 大家好 我是陸涵 姐姐妹妹躲一下躲一下 陸涵啊 我跟你講 你啊 你啊 你要負責一吼我們台上這些人的耳朵 你知道嗎 有沒有 導演現在聽得到嗎 導演 好 陸涵 因為今天不只是台灣的你的粉絲 其實還有很多來自香港的啦 有沒有 韓國的啦 安哥拉制啦 西雅圖啊 還有基隆的一些粉絲啊 麻煩你都跟他們再問生好好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陸涵 對 很感謝大家能夠來這裡看我 這也是我們高興天高中 再次來到台灣來宣傳這個 中反二歲的電影 非常開心 我會繼續努力的 謝謝你們 好